哈喽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住在上海的老弄堂里面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身后就是上海市区非常普通的一个石库门里弄的小区 这个小区叫做四京小区 在上海的外滩附近 我们从这个小区的外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是比较有年代感了 然后很多人他们的衣服也晾在外面的 然后我发现他们这里每一幢楼 中间是有连郎是连在一块的 你看我后面 后面这个门进去以后可以连到桌状建筑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我们进来以后看到里面是斯通巴达的 这边可以出去 然后这里也可以出去 然后这边分成了很多那种洗浴池 洗碗啊洗菜啊 因为他们这里住了很多户人家嘛 所以大家的那个厨房啊都分开了 看从这里穿出去就另外一幢 这边到头了过不去了 这里有一个木制的老式楼梯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 我这个楼梯走起路了 还是会响的 这里也可以出去啊 这里出来又是煮干道了 这里出来又是煮干道了 当然了随着这些年那个政府的阳光工程啊 有很多已经安装了厕所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部都安装啊 还是有一部分 它是没有厕所的 我身后发现了一个老大楼特别有意思啊 我刚刚数了一下 这栋大楼只有四层 但是里面还装了一个老式的电梯啊 这个电梯我刚看了一下 很有年代感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 躺在老大楼里的老电机 这栋大楼旁边有一个不太协调的楼梯啊 我们走上去看看 这个上面是个单位啊 我还以为这个上面是一个居民区呢 哦 这边有阿姨说这上面是个仓库 这个楼很有年代了 感觉比较特别 你们看这个楼很特别的 哦 我们到里面住户去看看 蛮好的 好看的鲜花 昨天买的 这个阿姨叫我到里面住宅区去看看 因为她说里面有那个天井啊 他们种了很多花 这有一个上海阿姨很热心啊 她说要带我参观一下这边的住宅区 听说明年要拆迁了 听说听说想说 拆迁好啊 我们是喜欢拆 来来来来 这里面了 这就是老片子 你这里没见 这个阿姨带我来参观一下 一到仓库里去 他仓库里我把我盘观到 到里面拍好了 看老建筑 老建筑来参观一下 阿姨可以拍吗 可以 可以 好好好 你们看 围着的老建筑中间是一个天井 他们在这里种了很多花 你们平时就是在这里做饭是吧 这里生过的 哦 哦 这是我平日了 一三公里 我小子 这里可以上哪个阿姨 这里没有的 这就是一户人家 哦 如果上去走那边是吧 上去就是刚才小门里进去 哦 蛮好的 蛮好的 上去就跟他上去 他家里去 他家里有很多动物 好多动物啊 跟他去 叔叔你们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了 我记得六十七 我在这里住了六十七年 一直在这里住的 他是土生土长的 希望这里拆迁吗 不希望 他不希望 他不希望拆迁 但是我喜欢 为什么拆迁啊 它里面很大的 哦 你们家还是蛮 我看上去蛮好的 里面好 进去玩 不好进去 不好进去 没有我就不进去了 那进去进去 他让你进去 你进去 你进去 进去好 来 鞋子脱一下 不换鞋 我们再拖一下 我还是拖鞋吧 到里面 到里面 怎么办 这个叔叔让我到他们家里参观一下 哈哈哈哈 进门以后有一个厨房 然后这里是鞋柜 不用换鞋 这边还没鞋 哇 你们家还是蛮大的在这里 我还差你过来 这是一个客厅 这里建一个卫生间 叔叔你们这个卫生间是新造的是吧 以前有吗 以前有 一开始就有吗 一开始没有 一开始没有 是后来是政府帮忙造的还是 对 对 就是阳光工程对吧 也不是阳光工程 自己本来就有 有了我们阳光政策 一些不是电脑 对对对 我的阳光政策也搞了一下这个 哦 我们这房子特别高 这是您的睡房 嗯 你们家还有楼上啊 上去看看没事 我可以开灯 好好好 去散步 散步一下 我太好黑了这里 没水 上面也灯 叔叔你们家是当兵的 我当兵 我看到这个光荣之家了 哦 光荣之家就是当兵 我知道 光荣之家 这个光荣之家不是每一户人家都能挂的 他就是当兵的呀 他17、16岁的年代当过兵了 有贡献的家庭才可以挂到 因为我外公家里也挂着 你们看 虽然说这个小区从外面来看还是比较旧的 因为毕竟是上个世纪的建筑 100年了 100年了 但是刚刚这个叔叔他们家里面 是做的是很干净很漂亮的 然后你从家里面看 完全看不出有100年历史的这些建筑 就感觉好像是刚装修没多长时间一样的 都说可能会有冻签的可能性 那要是冻签你也没办法呀 冻签也没办法 要大家都同意你也没办法 总共会改善一家的 8%这9%同意 他不同意也没办法的 这个要服从国家的同意安排 对不对 这是城区改造 改造 把老百姓解决 这里拆成本也大呀 这里什么地段 成本也大 这是上海最好的地段 这个是外滩附近啊 这是上海 整个上海 对啊对啊 中居的中心 这个区域在哪里呢 那边到南瀉州路 这边到人民路 那边到外滩 后面到河南路 就这个一块区域 上海是地价最高的 一块区域 后来就划到西藏路 西藏路最快位是中心 二三十年之前 规划过 就这里是特类队区 大类 特类区过了西藏路上 一类队区 再有两类 再有三类 可以见面早前面吗 可以 小青年也趟一样 火热也趟一样 挺好的 一起早点过去 对吧 送咱们快点恢复 老百姓们安居乐于人 对吧 这是重重之重 对 对对 其他孩子我们堵牢了 对吧 嗯 七十年和平 来自不易的 对对 对对 不要有战争 不要有战争 不要有瘟疫 哦 所以现在嘴巴甜一点 看到了 那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都打了招呼 对 就是现在来拍这个老鸡 因为以后老鸡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一定要拍下来 留下来 对要留下来 如果一旦拆遷了 后人 后人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对 看不到 后人再想看哪里看得到 都已拆都拆了 都是新建筑 现在老王子都拆这个了 对 然后它有很深的文化底游在里面 对对对 你别看到老房子 那你别看到 很多这种老房子 都已经成为历史保护建筑了 对 我们这里也是的 我们这里也是保护建筑 你拍的时候 你拍的时候我们这里也是保护的 又去保护 门口有块牌子的 你出去右手 那大门啊 这个大的裤子下面 你一块牌子 他会告诉你这个房子 很年代 那年代 以前是怎么回事情 对吧 它是什么风格的 就出去右手感官 就是就像对我们出去 用眼睛齐平的地方 我们上海那个保护建筑挂牌子的 哦 因为这里外滩很多房子都挂的 对对对 包括外滩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的楼房 老想啊 外滩是不可能拆的 外滩的万国建筑 他都挂牌子 他那个都是大楼啊 很大的那个 就是上海那总工会变上一栋楼市 前十年之前造的 他没挂牌子 其他基本都是用去保护建筑 各个欧洲国家的风格 他原来这里是印度界嘛 我们这是印度界的 金铃路是法族界 那红口嘛就是日本人族界 网红 就过了外滩土壳县面 是日本人族界 这是网红的呀 那都是历史啦 你去不复法的 好 叔叔 谢谢你让我参观 不用不用不用 拿着拿着 拿着这个不用 哎呀这个不用 拿出来不进去了 不进冰箱了 因为有点败 越来越可惜 好吧好吧 那这个我就拿着 嗯 更可惜啊 谢谢谢谢 这个叔叔跟你有缘分 哈哈哈哈 那谢谢叔叔阿姨 我就走了 先走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叔阿姨 这五个纸年这里 看差了往这里 好的 谢谢叔阿姨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的热情 我刚刚去那个叔叔家参观了以后 那个叔叔还给了我一听可乐 就一定要给我 一定要拿着 不管怎么样都要拿 他说拿出来就不能拿进去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可乐给拿着了